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登高山之巅 望四海之远 自古以来就是无数中国人所向往的那种境界 如果说登高望远体现的是 人对自然永不退缩的探索与挑战 那么在山顶建筑房屋 则是人类对于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寻与实践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武夷山脉的崇山峻岭当中 去看一座矗立在山巅之上的建筑 自古以来关于它的悬址建造背景 以及建筑工艺一直充满了神秘奇幻的色彩 宝山 地处福建省顺昌县大干镇 是武夷山脉东南部一座高耸的山峰 建筑城企划 亚历北都有这个地方 自己建筑的东西 那是双崇山的这种忠感 就是双崇山的特别正确 把并没有双崇山的资源 这个地方不行 就双崇山了 因为这张黄岛的资源 ổ症的儿子 对双崇山的 现在对相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为了体验明北山区建筑独特的魅力 地理中国考察组跟随专家 来到了福建省顺昌县大干镇 宝山山腰的上湖自然村 首先映入队员眼帘的石村中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老银杏树群 高大的树干 繁茂的枝叶 以及树下的青砖瓦房 仿佛桃渊明笔下的桃源仙境 让队员们感受到一种幽远宁静的田园氛围 老人告诉队员 早年间村里人为了祈福消灾 常常前往宝山山顶祭拜 在村民的口中 宝山似乎有着通神明又苍生的灵性 这更为宝山山顶上的那座古寺 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 宝山山顶上的那座古寺 广州国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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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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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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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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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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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当年建筑者是如何解决用水的问题呢 为了进一步考察宝山山顶古建筑的修建之谜 考察组邀请了顺长县博物馆馆长王长军 以及气象专家 决定再次探访宝山顶峰 这里一个小观景台 我们可以休息 然后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 这棵花开得非常特别 我们当地百姓称它为深山寒笑 宝山这个地方花和果它都比较多 都比较丰富 我们可以吃用的这个 就是按果来算好 我们统计过都吃掉四种 哇 这个水清凉透彻 清凉透彻 走的三分之二有点困乏 洗一把脸就很舒服了 一路跟随着王长军 考察组再次来到了宝山顶峰 建造宝山寺的石材 它属于中立杀盐 因此每个一段时间都会进行重修一次 这些都是我们换下的一些构建 王老师 您看这石头都这么重 那当时是采用怎样的一个方式营造的呢 我们推测 我们山上树很多 它可能是用木头搭架子进行营造 也有可能用这个土里的方法 专家告诉队员 用沙岩来雕刻仿木的造型 对于工匠而言是极具挑战的 一方面 相较木雕而言 石雕需要一次成型 不可修复 在进行局部细节雕刻时 极为考验工匠的手艺 另一方面 由于沙岩颗粒大 密度低 脆性明显 像房梁这样长条形的石材 雕刻时异端 故而 宝山寺极其精美的仿木石垢建筑 更显难得 这个石谷和这个门杵是一体的 这样的门主就比较牢固 它主要解决这个门的受力问题 这个门这么重 只有这个门主他们比较坚固 门才不会变形 大殿里的颜色新旧不一 这是重修的痕迹 这座建筑规制很高 是元代法木建筑的典范 王长军带着队员 来到山顶的另一侧 这里遍地都是沙丽岩 有黑的岩石 被微蕊树木 和碧绿清新的植被所遮蔽 悬崖陡壁间 天然形成的象形石 气势微额挺拔 沙岩相比花干岩和火山岩来说 更容易侵蚀 如果同为沙岩比较的话 宝山的沙岩石 要比天台山的沙岩石 交接程度更强一些 抗分化程度也强一些 王老师 你看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个象形石 固像一个猿猴的面部 它不会是人为的吧 这个不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宝山 沙岩石自然分化的产物 专家告诉队员 亿万年前 宝山以及周边地区都是海底 经过亿万年的地质运动 沉积的海洋木质 被抬升到了如今 海拔一千三百多米的山顶部 作为沉积岩的一种 沙岩的矿物成分硬度和交接程度各有不同 发育的地貌也不相同 因此宝山和天台山山顶虽同为沙岩 却有着明显差异 与天台山上质地粗糙的沙岩相比 宝山的沙岩质地更加细腻 抗风化和抗侵蚀的能力也更强 考察间隙 热情的村民给队员送来茶水解渴 原来宝山山顶也和天台山一样拥有水景 而且水质清澈甘甜 如此高海拔之地 井水到底从何而来呢 专家告诉队员 宝山的沙岩因为地质运动 造成岩层断层 形成了众多裂系 这里的井水是宝山顶峰周边植被 所涵养的地表水 是宝山良好的生态环境的产物 村民到周边的树上采摘了一些正绽放的粉色花朵 为队员们做了一道叫饭汤花的当地美食 这是我们这里山上夏天消暑的汤点 味道淡淡的真的很鲜 饭汤花学名木锦花 是井葵科植物木锦的花 将木锦花放入用清澈的山泉水熬煮的米汤中 微凉后入口满嘴清香 队员顿觉脑宁心静 连续奔波的疲累消除了大半 感受着眼前安宁静谧的气氛 不禁让考察组再次想起村民所说的景象 宝山山顶真的会有大风来袭吗 同行的气象专家与留守风顶的村民 详细交流后 结合对周边山市的考察 找到了山顶大风产生的原因 你看虽然现在没有什么风 但是宝山山它一年四季 大风出现的时间不是固定的 像强对流天气或者是台风 它这边有可能都会产生大风 更重要的是北方冷空气南下的时候 山下就是下雨降温 但是宝山山顶呢 它由于没有阻挡雾 它的风就会更大 雨也更大 所以说村民讲的情况是属实的 地处敏干梁省交界的武夷山脉 是阻挡北方冷空气南下的重要屏障 海拔一千三百多米高的宝山 宝山山顶的沙岩交界程度高 抗风化和抗侵蚀能力强 古代智慧的将人将其作为主材 营造宝山寺 较好地抵御了山顶 风雨的侵蚀 从而使得宝山上这座原代建筑 历经数百年而依然保持原貌 同时相对花岗岩 沙岩岩性细腻松软 异于雕糟 尤其在造型细微处精致耐看 韵味天成 成就了宝山寺 在中国石垢建筑中 独树一帜的风采 那么人们为什么不选择 在地势平坦开阔 交通往来便利的地方建造寺庙 而偏偏选择 在海拔千米之高的山顶 营建如此艰巨的工程呢 虽然没有更多的实际记载 和历史佐证 但在和当地学者及村民沟通中 考察组逐渐了解了宝山之巅 这座传奇古寺的绅士 宝山 作为武夷山脉中海拔较高的山峰 其山市巍峨雄峻 似可通天 周边河道发达 川流于深山峡谷之中的复屯溪 西街江西经济腹地 东连敏江入东海 自古以来就是一条黄金水道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让宝山成为了一块风水宝地 相传五代十国时期 敏王曾将这里作为祭天之地 据当地人推测 山顶之上的宝山寺 或许是家族显赫之事 集资所建 为当地百姓祭拜祈福之用 数百年来 这座凝聚着古人智慧的建筑瑰宝 矗立于威夷连绵的武夷山脉之上 守护着山与水的秀美 也守护着人与自然的美好和谐 在考察就要结束的时候 队员们在山顶上发现了一座 占地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石头小屋 屋里供奉着两座石碑 一座碑刻着祺天大圣 另一座为通天大圣 当地百姓称之为双圣祭种 随情专家告诉我们 这是福建民间流传 甚广的动物崇拜风俗的实证 看来这神秘的宝山中 不仅有先民创造的建筑机关 还有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和与之相伴而生的 独特的民俗文化 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 带您探寻秘境宝山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